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那个时候就小孩叫练习生的 说白了就是勤杂工接练习生 打扫清洁 送送文件 打打开手找找地 完了以后又是他们剪片中我的帮手 身为勤杂工的副险佑 经常要捧茶送水 参与接待一些来终止指导联络参观的党政军和文化界的人士 有一天是个礼拜天 有一二三十个人 不到三十个人 二十来人 这些人吃了饭也没走 礼拜天有的是从外面吃了饭回来的 我也是吃了饭 没事礼拜天 我也没地方去 我就来玩什么的 屋里干嘛 你们是在做这个大礼堂里的 那个大礼堂又是开会用 又是开饭用的 他说哎 这个周恩来要来了 来一个说 邓英超也来了 我说这什么人啊 他说 我们等着开会用 我说好嘞 你等着我 我也来看看 我又跑到来去了以后也来了 就邓英超跟周恩来两人 邓英超走前面 他走后面 后来周恩来很快的两人走到一道 我就听到鼓掌 我也不讲 我也跟着鼓掌 傅显佑在考取中置的练习生之前 曾在哥勒山保育院见过邓英超 而这次是第一次见周恩来 大家欢迎来 他知道他是共产党的 在这个国民党地区里 这个主要负责人是搞统战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不懂 我那时候年轻 根本不知道什么共产党 国民党 所以中置里的所有人员的工作服都是军装 而享受秦武兵待遇的傅显佑 却因这身军装与杨汉生结下了小小的缘分 他曾经有什么 我有一封信 我没有时间去罚 你罚了还得两天才能到两天 你就到哪里 你顺便出去 就不过送去 就交给他们 我又不知道什么 我说好好好 我送了大概后来人家回信 收到了怎么回事 后来不结完以后 我到那个比赎山庄啊 杨汉生他在那里修养 很多人就去看杨汉生 我没有去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 后来他说 我们就看杨汉了 杨汉问你说有个新福 他来没有 他说来了 他说 你这小家做不来看我 后来说了 我就看了他 他说 你还记不记得 我说什么记不记得 他说 你送了一封信 就那封信是寄着我用的了 我说 吃什么怎么样 他说 这个不要搞 不搞事了 我就说 当时利用你那个身上穿的老虎皮 就掩盖了一切 人家不注意的年轻 又穿了根本汉的谁知道你是干嘛的 而且 像这样的情况 他也是冒险的 如果我拿这封信 我又不换了动药信 我不送 我送的别的我去了 那他就完蛋 所以有些事情呢 他也是很冒险的 是这么干的 而且这种啊 在当中之内 是不允许随随随便便 交一个那个有关这种重大 当然他那个心里的内容我也不知道 到的时候 他也许你抓到以后 他里头没什么也要查过去 但是 不允许这么干的 但他冒了吃鲜 他对我还是非常幸运 自从来以后他对我特好 不到半年的时间 傅显佑被调到中制的剪接部门 开始跟随剪辑师 乌亭芳 钱小张 学习电影剪辑 不久后 他结识了另一位老师 司徒惠敏 他的身份是编导 也是兼务员师 实际上他的实际身份是周总理掌握的 他跟周总理这关系有明显来我 帝小张的负责人 我那个时候不知道 我那个时候小孩心里喊他的 那时的文明对我特别爱护 他曾经在抗尔战的时候 他自己拿着摄像机 那个时候就是电影摄影机 以前的猪头叫艾蒙摄影机 他自己拍 拍毁了他边界 因此他在重庆 中国制片厂那个存亚动物 有一个剪接师 他那个时候在剪新闻纪录片 就因为他一个人 那么我们的这些练习生 不管是谁有什么事 我都帮忙 而且他还喜欢带来的呢 那个时候就搁一搁 你来跟我爸妈 骗子给我转起来 我给他转骗子 他说你注意啊 不要把别人弄毛了 摸坏了 我说好 我给他弄好 又分了一段一段什么东西 他觉得你这个人还挺有头的 中国电影制片厂 因属军事委员会领导 所有人员都按军人待遇 穿军装 受军衔 拿军饷 而厂内为数不多的几位 不穿国民党军装的人 给傅显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的军衔就高了 都是降级军员 都是降官了 像史东山这种都是上校 经常穿一个西装 那这裤子是什么 是一种列装裤子 像马裤似的 这里有鼓出来的一块 它是杂着 它是骑马式的那种西装 还戴帽子 还经常剪片子 他要干什么呀 他老拿着个文明棍 speak 一直老拿着个文明棍 就是史东山作风 留着个小胡子 其实当时年龄也不大 他不穿中间的原因 他对国民党本身就有看法 那个谁啊 郭姆罗 杨汉森也是从来不穿中间的 法盖他们的尊负 他们都摆在旁边 史东国民就更不穿了 他本身就是华侨 他穿中服他就不习惯了 他也是老穿西装穿边装 他最多这些人 穿过 我见过他 史东山 穿过中山服 中山服也是国民党 你要穿核心装 那是国民党的中央党部的人 穿这个 他有的时候 菜丑身呢 连中山服都不穿 他有的时候穿长袍 喝了我帮着钱要张搞事 搞这个北日故乡的时候 就使得 我们要把小费也找得来吧 他说北日故乡是一个华侨 爱国主义的东西 他说你看我这些华侨 爱国主义的东西 有很多东西我就没有拍的 里头楼顿呢 凤子主演 里头有节目 里头还有什么 他说我这个东西就用得很少 就说这些情况啊 这人生当中别然的 写多了他有副作用 所以以后你们看片子干什么 你要从主体思想 从整个的影片来考虑他 他是好与坏 进步与落后 回到腐朽与这个 现金的东西啊 要这么考虑问题 这个事都会面前的一样 1941年11月 傅显佑听从钱小张的劝告 离开中智去继续上学 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 他才再次返回中智 给乌亭芳做剪辑助手 1946年4月中旬 傅显佑第一次乘坐飞机 离开四川 辗转到了中智的上海分场 不久后 他随乌亭芳一到 加入了莲华营益社 后来改组为昆仑营业公司 那是中智 当年一生 我也在中智 又是昆仑嘛 昆仑那时候成立 没人 就我那个老师 就把我这带过去了 带过去了 遇到是走之载 又是谁 又是杨汉生 跟石头后面 他就认识 知道我 他说拿好他来 可以 当时昆仑公司 进一个人 很严格的 他首先查了好几代 在石头后面 是个杨汉生 你没跟他们接受 他不了解 他得要审查得很严格 他把弄进来以后 弄一个国民党特务来了 什么的 还有很多报名的 也查出了 有国民党特务 他找演员 找什么人的时候 也有人报名的 就查出来了 就没有要 也不说了 这是我们 从某个角度来说 我这个周围 我那时候条件 比较知道怎么那么好 都是共产党 而且帮我的忙的 还都是共产党 之后 傅显佑 改名 傅正义 并于1946年9月 以剪辑助理的身份 走进了 莲华影谊社 推出的第一部影片 史东山编导的 八千里路 云和月的拍摄现场 一位北洋表演不好 八千里路 他发火就发火 在这个场景身上 你这个拍摄 这么大的 这么什么 那场景 他说 这边说 这是对那个表演不好 发火的人 后来那个场景 接手下来 然后傅里 给我代替钱 我说 好 我代替一下以后 打完了 拍摄 那个表演 过了一会儿 啊 天天天 你 小虎 你怎么打扮的 那个场景哪去了 我上厕所 给你的音响 这个演员表演 结果那个北洋 在表演 他过来 他说 你别听他 是北洋说 我明白了 他大概是 这个牺牲 不到位 他不满意 这个不是说的 后来北洋跟我说 我就再打扮的 那个场景还没回来 哎 就好了 然后北洋 就知道他的意思 这两次发火 他将来肯定是演员 他不好意思对北洋 对不对 大演员 对他 不好 下那位 哎 这一下就行了 知识怎么会补乱 你再这样搞下去 总终传给我们几千年的基业 又要被葬送了 你都要靠在八年的苦 是白痴的了 千百万人的心理 而石东山有一个特点 那发火 脾气急脏 发完以后 他马上冷静下来 马上就当面跟你道歉 这是石东山的特点 这是非常有名的 他都动了啊 发火就发火 可是他一认识他 他发火不过 马上会跟你道歉 道歉 赔你 不对 我刚才是错了什么 这点 确实如此 有一次我是剪片了什么东西 他还是好奇的 过了第二天 他又不是当生第二天 小王 你不要紧我啊 我什么 昨天我给你发笔记啊 是不对的 我那是上火了 我那个戏啊 我剪的果子 拿了什么 处理不好 哎呀 将来我再补他吧 你不要生气啊 1946年9月 傅正义跟随乌亭芳 参与了八千里路 云和月的剪辑工作 开始了与导演 史东山的合作 剪片子过程当中 他也把那个 无线电影看得很低 而且他剪片子 穿个长袍子 他有的 自己骂自己 他这个长袍子 有的时候爱他的事 他说 恰恰恰 他就说英文的 说中国的 说中国这个长袍子 不太好 不方便 他有的时候 发火啊 反正我们比起来 他的片子 要送到洗衣厂去加工啊 送到天东安楼啊 那里去加工洗衣啊 人家每次送片子 有个反不口袋 一盒一盒的装十盒嘛 反不口袋 那天的反不口袋没有了 弄个挪过来 他就大发了一天 他说 我这个不是卖题材的 我这是文化的 怎么弄那么个 这个挑拿去的 这个箱子 他刚才说外语 他不愿意用十三 他说十二A 什么东西 他这是一种新教 新叶寿教的 但是他又不信 他信这个 怪不怪 当时史东山是昆仑三老中 年岁最高 从影最早的艺术家 虽然还不到五十岁 人们尊称他东老 另外两老是 蔡老 蔡楚生 汉老 杨汉生 杨汉生 杨汉老 他是编剧 他文章写的好多片子 他是编剧 他跟我接受不多 为什么不接受不多呢 他编剧 片子准备写完了 编到完后一讨论了 就导演的时候 他就很少来 他是知道这个片子审查的时候 片子在编辑过程 存在什么问题的时候 他来看一看 看看片子以后 他再去开会 怎么修改剧本 蔡楚生说呢 东老东老 可以叫吧 蔡老 什么蔡老 错老 你懂这句话 上海话 他自己骂自己 他就不赞成这样叫的 他年龄也不大 叫什么蔡老 错老就是上海的骂人的话 上海人说 小错老就是小导弹 小别山的意思 他说 我这还叫蔡老 蔡老 妈错老 了 中国雀 她说 养着 赢了 す 蔡老 I'll do you like you 参加了吧,以后张忠良淘金一年就在国民党下面就腐化肚子了,是不是? 所以这是一件事相同的,我知道的是修改得很厉害的。 而蔡特森的比较稳重,动脑筋。 动什么脑筋呢?就是怎么样对付国民党这些意见,怎么解决问题。 完了以后就是这个共同协商解决,要化解化解。 石东山呢就跟蔡特森不一样,蔡特森是软的抵抗方法。 石东山都雷硬的,一听到脖子就跳起来,就马上脾气很坏的,脾气很凶的。 所以呢,石东山往往找到国民党那些特务啊,那些审查人员的骗子的审查是很厉害的。 不过他呢?也会用办法吗?把这里剪掉,我再拍点别的加进去,也是这个办法。 那么石东山是这么的。 郑军里是个夸张派。 就他拍了个片子,我们夫人赵丹跟赵丹跟那个谁,跟那个蒋田流演的。 他不是要三级跳吗?一二三。 我不是讲过的时候吗? 他这个是当时刚当导演的镜头的分钱啊,和镜头的运用啊。 他要比前面的那两位大事,是求超经验。 他说,啊,人物不动,就是机器动。 他又不推,就是全景、中景、中景景。 他说,这样三级跳,我问我,我那时候也没什么。 他说,行不行。 我说,三级跳有什么行不行呢? 他说,我要产生一种前进式的节奏感。 然后,啪啪啪。 他说,能不能这样? 我说,我也不太熟悉。 我说,一拍完了以后,我们接出来看。 拍完了,我一见他,很早就到来拍去。 他说,碰得怎么样? 我说,不行。 他说,怎么不行? 我说,怎么想断片子,然后断了一件,一咕一咕。 他说,我看看,我看看。 他马上在石油门过来,就到我那个小鸡鸡上来看。 你看他,一拍腿,大失败,大失败。 这就说明什么呢? 他方向角度没有变,这种拍法是不行的。 你这样前进,第二个要变角度,第三个更要变角度。 你紧别换了,你机器的角度没有变的话, 他是要有单平的感觉。 后来说,我总结是这么久的事。 所以他当时,不熟悉,尽头的分歧。 他说,当时他也很想做事件。 后来他拍的林郑夫,拍的太棒了。 知道吗? 哪里经过多少片子的断念啊。 1940年春天,傅显佑根据报纸上的广告, 考取了中国电影制片厂练习生。 不久,他就被调入剪辑室。 在那里,傅显佑认识了他电影剪辑的三位启蒙老师。 为什麽系列,乌顶方前校长, 石头会名,三位启蒙老师。 我跟这三个人都有接触, 都直接跟他当作者做过。 而且石头会名的, 摄影,楼音,他本身是楼音的。 楼音,这个制片摄影,楼音,剪辑,洗音那些, 他都懂。 所以啊,他可以当这个像电影厂的中国论师。 1931年,中国第一部《蜡盘》发音的有声影片, 《歌女红牡丹问世》。 司徒惠敏,黄翰等年轻人, 被天一影片公司指定给四名美国技师当助手。 学习更先进的有声影片, 录制,剪辑等技术。 电影故事,那是石头会名起的左右。 他不是他一个人。 石头会名,还有那个戏剧家洪森。 就是外国人不教我们这个同步问题。 因为电影的声音和画面, 它不是同时运转。 可是我们呢,跟外国人学, 我们要辞掉他们的职务。 一个摄影,一个摄影,一个剪辑。 四个人每个月拿的钱, 就把整个公司的多少打烊? 200块打烊,一个月还是一周的。 两个人叫800块,一个。 后来这个公司吃不消了, 就我们石头会名带的。 石头会名带是搞录音。 那个王世珍呢,叫谁赢呢? 一个喜音高许名。 还有一个剪辑黄汉。 黄汉是老前辈, 是我们剪辑当中最高水平的。 那么这个事情呢, 发生了,就是我听我们老师说的。 发生了一个美国人呢, 他这个剪片子, 这个黄汉在那儿, 看不见他, 他都怎么回事结完了。 后来老板呢, 我们自己陪他吧。 就他们走掉了, 结果那个摄影师上去, 摄影机的镜头没有。 他们这个王世珍, 把那种照相机的镜头借用了用上。 楼荫呢, 那么登泡, 五十登泡, 不是现在吃的呢? 五十登泡, 正好石头昏迷的哥哥, 他是上海广播电台的, 中国广播电台的台长, 他都塌了, 接了几个灯, 跑过来。 那时候是同用的楼荫, 接个杂。 抓了以后, 拍完了以后, 黄汉给他捡, 捡完了以后, 放出来, 声化不同步, 嘴巴都没有声音, 嘴巴不都有声音, 那又怎么回事。 最后连救了, 就看看外国人是什么回事。 一查了外国人的声音, 在一个拷购声音在这儿, 开口在这儿, 就一个大距离。 我们这里, 声音在这儿, 开口在这儿, 不同步。 那么这后连救了, 方言去连救什么, 那个许民呢, 也来连救了, 都连救了以后, 就发现, 就是, 这个问题有个差距。 差距这个原因, 很多电影上的人都不知道, 我说, 原因就在于, 画面它要, 间歇的运转, 要跳动的方言, 而声音呢, 它要连续的, 如果间歇, 它声音就多了。 那么因此呢, 从镜头画面的摄影到影幕上, 到这个发声音, 这个距离有十九个半。 所以我们现在的电影, 全摄影到现在还是这样。 自这部影片之后, 傅正义开始了自己的剪辑生涯。 六十多年, 剪辑出大批优秀影片一百余部。 先后剪辑了五十多部, 五百多集电视剧和专题片, 并努力将手中的剪刀传下去。 小鱼正做梦, 小鱼正做梦,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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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